Hello, 大家好! 這段影片應該是九月初我想出的 但是一個字, 冷字, Lazy 我一直都沒有出, 又出去了西班牙旅行 回到來之後, 今天真正坐下來剪這段影片 這段影片主要想告訴大家 英國的生活都可以很精彩 如果你是初到英國的朋友 我首先建議你去追蹤你居住地區的當地報紙 就像我住在紐卡蘇那樣 我會追蹤紐卡蘇的Connico 還有就是你居住的area的群組 就像你家附近有什麼事發生 或者你居住的地區有什麼大型活動 你都可以心理有數 如果有興趣參加的話 早點就Pending時間了 有車的朋友如果想出浮的話 就這麼簡單 自己早點Pending好時間 路線 想幾時出發都可以 今年因為油價貴了很多 所以我們出浮出少了 你看到我就去了Rabby Castle Dier Park 愛丁堡 還有Hallogate 打開Facebook 就看到Local Page 不停推介這個農場 可以有Sunflower Picking 有百多萬棵的Sunflower 你看到的場景很壯觀 他還說明部分的收益會捐給Charlity 我們開心之餘 還可以做快些善事 你說是不是一舉兩得呢 他的旁邊還有一些縮眉圓 可惜我們去的時候還未能 因為他還未生好 還未成熟 我把照片放上我自己的Facebook IG和Blog 很多朋友看到之後 就紛紛上去 可惜過了一兩天之後 因為太多人去 所以就要網上預約了 過了一陣子 又看到原來我們這裡的Keyside 舉辦的龍舟菜 又是weekend 當然要去看看 去到很熱鬧 有BBC的DJ Local的BBC Radio 全部都要直播 所有參加的朋友 看他們都是熱鬧 都不是很認識 他們都很投入 每個人都說 good experience 看得很開心 我們每個人都在跟他們打氣 今次參加 一共只有10支龍舟隊 他們都在公司裡 派出員工出來參加 還有每間公司都會捐些錢出來 又是Fortality 現場都很多人去支持他們 我們都會加油 玩得很開心 然後大家看到的畫面 就是我們North East 英國東北部最大營運動 每年都會舉辦 Grain of Run 每一年到9月的時候 我們就期待這場活動 非常之熱鬧分裂 這場慈善馬拉松 從1981年開始 每一年的9月 最遲到10月頭 都會舉辦一次 它也是Fortality 受惠的慈善機構 有很多很多 所以好像今年這樣 我們本身預算是9月11日開始 但剛剛9月8日 英女旺駕崩 最初打算取消 大家都有很大的反應 因為大家都準備好 準備好 準備好 準備去比賽 然後爭論了一番之後 最後大會也表示 Go ahead 只要你超過17歲以上的成人 都可以參加比賽 他是從紐卡素出發 一直跑到收銷 我們叫他半馬 就是半程馬拉松 大家開開心地 裝鬼裝馬 有些裝護士 裝香蕉 裝他喜歡的動物 動畫 什麼都有的 前面有一個雕車 上面有幾位攝影記者 還有很多老人家 還有一家生口 推著BB車 一起參加比賽 我還看到有一家人 所有人都穿了T恤 T恤後面印了他親人的照片 在後面 可能已經過世了 他也帶著他 一起參加跑步 旁邊很多人 都會他們加油打氣 我們一家人 等到最後 看到龍尾 大家會最後幾個 加油打氣 很多義工 都在叫他們加油 有些人真的走不動 有些人一直推著自己 手製的手工製作 一直在走 最後大會宣布 今年有六萬多人參加 又過了開開心心 又溫馨的一天 英國的秋天又來到 大家可以去附近的公園 National Park 很多地方 你都可以看到金黃色的一片 英國有春夏秋冬 秋天又有秋天的一番景色 希望大家Enjoy英國的生活 最後請大家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你的支持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